网红阿汉拍摄九天玄女酱肉影片在网路上爆红 不过台九线东里段却真实上演了酱肉事件 苏信货车司机他开满载着猪只的大货车要北上 却不晓得车时上有两只猪掉到马路中间了 附近民众看了笑着说是九天神猪酱肉了 不过也赶快报警处理 据事器画面中从这一部大货车掉出来的大猪翻滚了几圈 然后就这样呆站在马路中央 附近居民看了陈不杰蛇笑说莫非是九天神猪降落 赶紧报警处理 由于从车上掉落的猪只还不止一只 到场处理的园警也看傻了眼 由于两头猪只体型都非常庞大 身上及头部都有明显的伤势 为了避免影响交通也顾及猪只的生命安全 园警只好连哄带骗的引导这两头猪 到路旁安全的地方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一项 二款规定 如果汽车载运装载货物时 所载货物有渗漏 飞散脱落掉落或气味恶臭 可以储驾 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罚还 请驾驶人装载货物 一定要特别留意才能避免财产的损失 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 载运这两头猪只的运奖也正巧 报请三名派出所由副所长协巡指称 车上两头猪不翼而飞 双方取得联系后回到了事发现场 远景也协助输信驾驶 将猪只装运上车 结束了这一场台九线的降肉意外 正当东立远警以诛追人之际 不过燕归正传 要是货物没有绑好 或者车门没关好 就开车上路的话 实在非常的危险 玉利警分局表示 若不胜酿成伤亡事故 或者货物掉落伤及无辜 驾驶也得负上法律责任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随着温情 词稳集合